大家好 现在很多花野外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兰花呀 现在呢 可能已经开始长新苗了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它这个新苗啊 养得特别的壮 其实呢 这个新苗啊 它长得壮不壮呢 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的来考虑 首先啊 这个兰花 它壮不壮呢 是跟它这个整个植株的株体啊 是有一定关系的 因为兰花呀 它的新苗呢 主要是从它的颅头处呢 长出来的 所以只有颅头足够健壮了 它这个兰花呀 这个新苗呢 就能够长得特别的壮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跟它的根系有关系 因为养兰呢 先养根 只有把这个兰花的根系养好了呀 兰花的新苗呢 才能够长得更好 更壮 但是怎么壮根呢 我们呢 就一定要给它的配置一些特别疏松透气 而且特别肥沃的植鸟 这样啊 才更适合兰花的生长 它的新苗啊 才能够长得更壮 那么第三个就是要给它补营养了 兰花生长期的时候啊 对养分的需求是特别大的 特别是它的新苗啊 对营养的需求呢 也特别的多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啊 兰花还在开花 或者是呢 这个花朵已经凋谢了 你还没有及时修剪 或是这个花朵正在结果时 都会导致了它消耗大量的营养 那么这个营养啊 就供给不到这个新苗上面 就会导致那新苗啊 长得特别的瘦弱 特别的小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及时开过花的花梗啊 给它修剪掉 然后呢 花后啊 及时给它追肥 这样呢 就能够补充掉这个兰花呀 它开完花之后 消耗的养分 就会给这个兰花呢 新苗补充营养 促进它新苗的生长 新苗很快就能够养得特别的壮了 所以呢 兰花的新苗要想养的壮 我们就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 那么兰苗呢 长得肥又壮 而且后期的长势才会更好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